上个星期政坛出现的怪象啊 伊斯兰党呢他们是史无前例的宣布 将会在三月份召开的国会 提成信任首相动议 以支持马哈迪完成五年的首相任期 那这个举动不敢说后无来者 但肯定是前无古人 甚至放眼全世界任何一个民主国家 没有一个国家的反对党 会在议会隆重启示 来提成信任动议 支持敌对阵营的老大 继续领导政府 尽管伊斯兰党的信任动议 后来就被安华林冠英等人抨击 嘲弄了一番 但是今天伊斯兰党总秘书达基尤丁 再发文告捍卫伊党对敦马的信任动议 他说这或许真的是前所未有 但却是合法之举 伊党认为当首相的地位受到了挑战 只有在国会内的信任动议 或者是国会外签的法定声明 才能够显示首相是否拥有多数支持 这下真的是皇帝不及太见急了 执政党的人都没有人提动议 反而是反对党对执政党的老大来发动信任动议 要效忠支持 真的一下子大家都乱了 伊斯兰党这种完全颠覆反对党做法的奇葩举动 不只是让人搞不清楚 他究竟是反对党还是执政党 更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是 伊斯兰党不是早就和巫统联名结盟了吗 乌伊签署合作宪章的大婚之日 伊斯兰党不是和巫统承诺过 今后要同进退 要一起携手打倒西蒙的吗 怎么现在转过头 伊党却自己冲第一 要去效忠支持西蒙老大了呢 这难道是怕西蒙倒下吗 时光倒流回到2019年9月14日 乌伊林英的大婚之日 乌统党哥与伊斯兰党党哥在乌统大厦作响 伊党的青天白月旗 也破天荒在乌统总部插旗 白色的人潮淹没了会场 乌伊的支持者都激动地来亲身 亲眼见证乌伊联姻的历史新一天 乌伊两党主席扎西和哈迪 在上万人的见证下 重视签署合作宪章群情激昂 而宪章内容随后也被两党总秘书给浪读出来 情绪激动的安努亚穆沙 甚至是感动得语带哽咽 差点当场落泪 那感动完之后也不忘了机里喊话 安努亚穆沙接着在台上强调 随着乌伊重视缔解盟约合作 那一定可以在来届全国大选掀起重置海啸 把新萌给卷下台 五个月前乌伊大婚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还夹杀着几堆几滴激情泪水的甜蜜场景 是有画面为证的 但是五个月之后呢 原本你浓我浓的感情竟然好像转弹了 不再凡事都需要你的参与了 伊斯兰党要对西蒙的首相敦马提出信任动议这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竟然是伊斯兰党高调在媒体上宣布之后 乌统才知道的 而且还是隔了几天之后 乌统老二穆哈木哈山在乌伊全民共识的会议之后 他才告诉媒体说 是的 伊党已经在会议上正式通知了乌统 他们将会在国会对敦马提出信任动议的这件事 而穆哈山呢 他才强调说 那会不会支持伊党的做法 乌统还要先进行党内讨论才做决定 无疑五个月之前是高喊要联手打倒西蒙的激情 大家还历历在目 现在伊斯兰党竟然是三分四次公开急着 要跟马哈迪表达爱意要宣誓效忠 和马哈迪的关系是越来越亲密 真的是让人看了眼花缭乱 看花了眼 现在的情况更像是伊党在乌统的眼前 公开在跟马哈迪搞暧昧呢 其实伊党和敦马之间的关系发展到今天 是有迹可循的 如果我们把一系列伊斯兰党在近期经历过的 一些重大事迹排开来看的话 大家可能可以看出伊党和马哈迪的关系 越走越近的一些端倪 而其中最关键的事迹之一 就是去年的二月份 在前反贪会主席苏克里宣布 没有证据显示 OneMDB曾经汇入九千万 紧一党的户头之后 似乎并不是很认同调查结果的 马哈迪他就说了一句 他相信反贪会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去搜集证据 还料了一句话说 我们就等着瞧吧 那跟着呢 哈迪他就宣布要撤销对爆料网站 沙拉月报告指伊斯兰党他们收取了前首相纳吉六千万的民事诉讼 还赔了对方一百四十万的庭外合解费 而在去年年尾中央政府更是第一次非常大手笔的拨了四亿令吉的特别拨款 给吉兰丹州政府 那接着就爆出了丹州政府他们豪买马赛地 以及给行政议员五万令吉特别花红的事件了 而马哈迪当被媒体询问时 他是一改过去喜欢对敌对党的举止行为 以讽刺拉挖苦的口吻做出回应的作风 只是轻轻的回了一句说 中央拨款给的钱是没有附加条件的 南州政府要做什么就做吧 那当然那一张在今年初流出 伊斯兰党主席哈迪去到了马哈迪的家中拜访 聚餐的亲密照片也让人引起了无限的遐想 乌衣联姻之后原本是对着西蒙买势汹汹 眼看西蒙也穷于招架的在野势力 现在竟然给马哈迪耍了几下竟然出现了极端相反的景象了 就像昨天我们的评说报道当中提到的 武统党内已经出现了要和马哈迪合作的阿末扎西派系 和反马哈迪的纳吉派系的矛盾了 而伊斯兰党现在更是一面倒的要支持马哈迪 最后只能说不管是20年前还是20年后的今天 大马政坛做装的依然还是马哈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